至此无辜 你给她一个新的身份吧 切不可让人知道她的身世 我已在她身上下了诏 只要磨文不鲜 修罗族人不会察觉她的存在 分辨不出她的样貌 乾坤印于永夜宫 她已练得炉火纯青 再加上七药神域和无双劲 玄夜现在的神力深不可测 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 放心 我一语从前不同 万一我回不来 仙神两族就交给你了 切记 从今往后 天条崇利守戒 九重天各仙神 不得生情 为者 情罚加身 认错方休 放心吧 这个孩子 这条天规 我必为你守护 你母亲 殒灭之后 无视了法咒在刃魂剑上 不让他说出你的身世 并且将其封印在地牙之中 往日皆是不可沉溺 没想到一语成衬竟成了他们二人的宿命 这只是玄夜一个人的宿命罢了 执迷不悟 从始至终 都只是他一个人 仙神不可有情的天规 竟然是母亲定的 原来底尊一直教导我 恪守此规 绝不容烦 谢谢底尊 告知我生从何来 母亲守护的三姐 我定能替他守住 我要将你复活 切开还亲的阴谋 不可 还亲无法摧毁吴的仙身 只因吴的元神 留了一丝在你体内 还亲无法真正地杀死我 所以只能用傀儡术办作我 应缘 你继承了玄夜 毁天灭地的修罗血脉 如果一旦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只有吴的元神 可以将其压制 还亲可以走到今日 不是一个人 他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 能够还三界平安的 唯有你 应缘 吴不惧死 但创世之战的炼狱之锦 绝不能再现 我怎能将我之声 立于帝尊的性命之上 应缘帝君生 三界方不会覆灭 应缘 不要忘了你母亲的遗愿 为吴 为你的母亲 守护三界万灵 应缘 记住了 帝尊对于应缘来说 情义深厚如同父子 他如今知道了 他最亲之人 是被多年好友所杀 定是通彻心扉 哪怕是上神 帝君 也躲不过造化弄人 你是何人 修罗族大祭祀灵江 参见少主 属下来迟 望少主输罪 属下受还亲蒙蔽多年 一直不知道 少主您的真实身份 可恨那还亲 身为修罗族人 竟会设计伤害 尊主的儿子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